大家好,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在安卓手机上制造一个虚拟定位 比如说我的手机GPS位置现在是在马来西亚 然后我要将这个GPS定位改到其他的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一些APP会根据你的定位来显示附近的资讯 所以比如说将GPS定位改到日本去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日本的资讯 意思大概是这样 首先在开始之前 你的安卓手机必须要先启用开发者模式 这个功能是隐藏在所有的安卓手机上的 如果还没有启用或者不知道如何启用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三星华为和小米手机的启用方法我都放在这个链接里面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现在我在我这部华为手机里面 我需要先启用这个开发者模式 点击设置 然后选择关于手机 然后在版本号这里点7次 你会看到这里显示 你正处于开发者模式 这个信息会弹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过后 现在我需要先到Play商店 安装一个叫做FakeGPS的APP 它是免费的 就是这个 选择安装 免费接受 OK 已经安装好了 先把它放到主页面 OK 现在我需要到开发者选项那里 做一些设置 我们点开设置 然后选择系统和更新 你会看到这边多了一个选项 叫开发人员选项 就是这个 点击它 然后在里面这里找到一个叫做 选择模拟位置 信息应用 点击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刚才你所安装的FakeGPS 也是在这里 选择它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到主页面上 要如何知道我现在这个GPS的位置呢 OK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打开谷歌地图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位置 是在马来西亚的某一个区域 OK 我们先把谷歌地图关掉 然后现在我打开FakeGPS 第一次使用的话 它会要你收权这个存储的权限 点击继续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信息点击确定 然后你会看到有个地图 这个地图里面中间有一个图标 就是你先你要设置的定位是在哪一个国家 OK 就比如说我要设置到勒本 OK 勒本的东京 然后点一下右下方这个青色按键就可以了 OK 你会看到这个信息提示出来 现在FakeGPS是锁定了去勒本的这个 这个是地标吧 OK 现在我们再尝试打开谷歌地图 你就会看到我的现在GPS定位已经是转到勒本去了 看到吗 这个就是勒本的地图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我现在的GPS定位是在勒本 OK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喜欢这类新视频的话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